大家好,我是北京市第八十中学的学生宋三赫。 来到中国留学,已经过了接近七年的时间了, 在此期间中,了解到了许多不同的中国文化, 与中国的学生交流,也有过不同价值观之间的争论, 而这些都让我大开眼界,做一名更加开放的阳光青年。 我总是会被中国的悠久历史和博大精神的文化所沉醉, 汉字、古诗、春节等,各自都有其不可代替的作用与价值。 中华民族几千年辉煌的文化,在北京得到了集中而有典型的反应。 在学习上我敢于去迎接改变,主动跟同学、老师们寻求帮助, 希望实现我的梦想,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。